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當中的立秋 不過大家未來一週還是可以感受到 炎炎夏日的熱度 那目前在週末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西半部地區高溫都在33、34度 東部地區雲量雖然多高溫32度左右 不過今天最熱出現在台東的長冰 也是有來到36.9度 那我們在雲圖上面先帶大家來看到 目前在台灣附近其實主要還是受到 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那台灣附近吹的是偏東南風進來 現在的低壓帶是在菲律賓的西方海面 未來有機會生成為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看起來對台灣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那我們要注意的接下來還是高溫以及午後雨了 那我們就來看到今天在高溫的部分 目前有11個縣市發布了高溫燈號 那尤其要特別注意的大台北地區 東半部地區都有機會出現36度以上 而且持續性的高溫 紫外線的部分全台灣都有來到過量 或是危險等級戶外活動 多補充水分 注意防曬 那在降雨的部分呢 我們則可以看到在今天週五過後 主要在中南部的山區 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震雨 那今天在恆春半島 以及像是加勒水等等的地方呢 都還是有一些持續性的降雨 主要是因為東南風的地形台生降雨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 同樣還是在這個恆春半島的地方 會有容易有一些持續性的短暫震雨發展 那我們繼續帶大家來看到 未來一週的天氣趨勢 今天大致上晴朗午後雨的形態 星期一之後呢 隨著南方雲氣稍微北台 整個南方的降雨的情況呢 會稍微增加 那降雨的時長也會增加 午後降雨的情況呢 主要出現在各地的山區 及接近山區的平地 那在星期四之後 水氣逐漸開始減少 降雨的情況趨緩 但是呢各地的山區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詳細預測帶大家來看到 明天在北部地區 高溫大約是可以來到 33到35度左右 那在台北盆地 午後有些午後局部雷震雨 中部地區高溫的部分 則是來到33到34度 同樣是午後降雨 跟台灣高溫則是在33到34度 東半部地區 明天在花東縱谷 還是有高溫 外島地區天氣大致晴朗穩定 那邊 就這樣看吧 快點 走 你 快點